但是呢,这个最后一本呢,当然我觉得可能是他的作品给我们大家最大的启发,就是《音乐使人自由》。 耶! 好,这十本书都被交选了,这样子。 但是,泰文教授再还给我。 对,但是呢,就是有十加一啦,这样子,就是人生中还是有非常多奇迹怪怪的状况和事情,有很多奇迹怪怪的人,或者奇迹怪怪的事情。 这个时候呢,就是我的十加一,第十一本书呢,就是建议你给这些人的话,就是香奈儿的书《我没时间讨厌你》。 所以呢,就是为何呢,就是希望他的这个演唱会呢,这个顺利成功。 还有吗?还有吗? 好,你会把这个,但是我觉得就是,我这边就是怎么说,我还是希望啊,就是,呃,张璇的歌是,真的是可以有更多人就可以,是。 特别是选在这个,高雄,这样子。 没错。 对,那当然很多人就是,我觉得就是,现在会有一种就是,就是觉得说,好像,就是,就是,某一种类似的歌好像只能某,某一批的人来欣赏。 如果你周围有朋友这个人,会觉得你一定要加入什么邪教协会才敢参加。 你就带他来1月17号这一场演唱会,我想你会有不一样的感受。 vigor不良? 看看 一